Hello 大家好 今日講過 有兩名大陸賊仔偷四面佛香油淺 其實有另一宗案 一名年近60歲的花甲港男 不知是否去按腳按錯月位 搞到悉心起 事免在大年初四清晨 在澳門中區一間竹肉店性騷擾 一對內地母女 掌警接報到場拘捕涉案的阿叔 有人承認悉心起的作案 涉案的香港男人性陳59歲 報稱司機 兩名女事主都是內地旅客 媽媽大約50歲 女兒大約20多歲 青春育女 事發於今月13日早7時 治安警接報中區某間竹肉店內 發生懷疑性騷擾案件 一對內地母女報稱 當時正在竹肉店休息區 在休息時 其間媽媽感到身體被摸 即時嚇醒 賀子身旁這位色色阿叔 有人失敗後聲稱身體不適 一場誤會連忙道歉 媽媽不以為已繼續睡覺 沒多久 女兒又感覺到被人兇襲 驚醒後發現又是這位阿叔所為 於是立即將她截停報警 警求助 治安警員事後翻查竹肉店監控 證實有人曾經作出這些兇襲行為 經查問 這位香港阿叔也承認一時悉心起的作案 這位阿叔不知是否被一個技師按錯穴位 搞到這麼興奮 整晚睡不著走去搞人 或者她真的去錯地方 她真的應該去桑拿 不是去捉肉店 捉肉店就不搞這些什麼事 今次這位香港阿叔斷正 叫經理出來都沒用 看來有排在澳門 不能回香港住了 又是野官非 好 這集就看到星期間都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 下集見 下集見 1 2 5 5